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就在本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提交的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 但是决议最终并没有通过 不仅没有通过 最终还出现了让人非常尴尬非常难堪的投票结果 在安理会的成员国当中 中国与俄罗斯投出了反对票 这个没什么可稀奇的 但是法国 英国还有德国等11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仅有美国以及多米尼加投了赞成票 并且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搞了一个倡议 什么倡议呢 就是找来联合国五大流氓以及德国还有伊朗 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一个视频峰会 对于这个倡议 中方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高度赞扬了俄罗斯为缓和伊核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 这两件事情 中俄两国的态度自始至终就没有变过 自伊朗核协议谈判之初到现在 两国的主张都是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 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 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 欧洲大陆最主要的两个国家就是德国还有法国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基本上就可以代表整个欧洲 可能有朋友会说英国在欧洲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英国在欧洲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正在急速下降 而且在二战之后英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沾了自己私生子美国的光 但是随着英国脱欧更是无条件的彻底倒向了美国 现在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即便就是这样的一个英国 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捂着自己狂跳不止的小心脏 用颤抖的小手投下了齐全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差不多就在两个月之前 一直有一个声音说美国会联合欧洲打压中国 我那个时候就说过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而且说这种话的人 爱那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了解也是肤浅的让人心碎啊 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说现在总觉得美国率领着一众小弟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之势 总觉得今天中国正在被全欧 但是我老早就说过 美国这一套操作就是远看操作猛如狗近看就一二百五 它早晚会被自己这种糟糕的战略决策所反噬 而今天这种反噬已经变成了现实 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7月16日BBC的一篇报道讲起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这个样子的 它说中国和伊朗拟签25年全面合作协议为何引发外界震动 这题目是不是听着特别耸动 您别着急 这个内容更刺激 中国和伊朗正在努力达成一份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 加强两国在经贸能源还有安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您各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所有的制裁将从这份协议签订的那天起 变成一个笑话变成一张废纸 根据BBC的报道 在这一份长达18页的文本草案中规定 中国将获得可持续购买伊朗石油的权利 并将成为伊朗经济领域的主要投资者 和安全与政治领域的主要伙伴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在国际地缘政治当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个短板 那就是我们并没有成熟的中东政策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东地区它本身的复杂性 各个国家之间基于历史宗教的爱恨情仇 那个错综复杂就跟宫斗剧一样 其次因为美俄两家早就在中东划分好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只要表现出对于中东的战略意图 都会无可避免的触碰到美国还有俄罗斯的敏感神经 所以长久以来中国在中东它并不是没有经营 只是动作非常的小 就是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伊朗这个国家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方面是源于这个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它只要有那么几颗大号的二体脚 就可以封锁全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霍尔木兹海峡 同时这条水道也是唯一一个进入波斯湾水域的水道 每年这条水道承载着全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液化器 还有差不多20%的全球石油的运载量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条水道伊朗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这种战略角色 这个位置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其次伊朗作为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 在巴林伊拉克卡塔尔等什叶派穆斯林比较多的国家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饱受战火摧残的叶利亚也是一个由什叶派掌权的国家 两国因为同病相连所以一直走的都比较近 但是乌克奈何两国之间一直摆着一个叫做伊拉克的国家 当时这个国家掌权的那个人叫做萨达姆 而这个家伙是一个叶派的穆斯林 所以这几个国家始终看对方都非常的不顺眼 所以伊朗还有叶利亚在长久的时间里只能隔着伊拉克 没来眼去勾勾搭搭搭 但是一直也行不成什么气候 但是直到有那么一天 神兵天将干掉了萨达姆 而伊拉克又原本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国家 就这样三个饱受西方摧残的国家 既是因为同病相连又因为宗教原因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而现在这三个国家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 让美国非常的不爽 之前美国选择苏莱曼尼到访伊拉克的时候 用一种极其卑劣龌龊的手法 暗杀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军政大员 这里面本身其实也存在着警告伊拉克的意味 这就像是一个怨妇 总觉得老娘给你送来了民主自由 虽然你们死了不少人 但是至少他们现在自由了呀 现在人家人老猪黄了 你就跟伊朗那个小贱人勾勾搭搭 老娘非要好好教教你餐桌礼仪 不能吃着碗里的敲着锅里的 刺杀苏莱曼尼这件事情在国际政治这个层面里 到底有多么的低级 我给您各位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就像是一个汉妇 在大街上追打自己的老公还有小三 撕领子薅头发 那场面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在美国单方面推出了伊朗核协议 并且对伊朗又施加了更多更加严厉的制裁之后 其实从伊朗方面来说 他们期待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其实已经很久了 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一步到位 直接插手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务 那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一定会有所提升 但是长久以来咱们并没有这么干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与美国直接冲突 所以我们之前与中东的国家 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些国家交往都是发乎情指乎理 从来都不会越雷池一步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 这一年多的时间 中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美国在狂人川普的领导之下 对着中国那就是一套农富三权 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得有点懵 完全看不出是其中的章法 但是随着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当中国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 哦原来这届美国政府就是存心来砸场子的 你的忍让不会换来和平 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 在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中国反手就是一招老汉推车 现在搞的美国方面也有点懵 我党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容易较真 这个不较真则已 一旦开始较真 那么这个事情就非常可怕了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今天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中东 就预示着中国的中东政策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份与伊朗的协议就像是告诉了全世界 中东我们来了 可以说啊 这就是美国这过去这一年 各种骚操作之后 把中国这个美国最不希望在中东看到的家伙 活活的逼近了中东 从此之后西方国家对于伊朗的制裁 您各位觉得还能剩下几分力道 伊朗的石油从来都是皇帝的女儿 不筹价 价格实惠量又足 从伊朗获取石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但对于美国来说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今天中国只要铁了心的要反击 那么再想把中国请出中东 这件事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们现在通过香港还有台湾天天在恶心我们 那么好啊 我们就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让你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都变成废纸变成笑话 只要伊朗的大宗商品 主要就是石油的价格能够稳定 美国就拿伊朗一点办法都没有 既然安理会没有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那么你再给台湾卖武器的时候 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我们也许会给伊朗卖些二提脚对吧 你卖给台湾的那些武器说实话 台湾当局还未必真敢拿出来用 但是伊朗 这个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吧 既然咱们今天聊到了中东 那就不得不提到欧洲 那么欧洲对于中国进入中东 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默许 首先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对于欧洲来说 这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欧洲的安全 这件事情对于美欧关系的冲击 其实非常的大 但是中国的进入能够一定程度上稳定局势 一方面还能够平衡俄罗斯的力量 就在前不久还有一条新闻 美国一直都没有放弃 搅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项目 就在上个礼拜 美国开始对北溪二号线的项目 实施新的制裁 这引起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强烈不满 彻底激怒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二十多个欧盟成员国直接针对美国的行动 发出了联合抗议 冷战结束之后 这种阵容还是第一次出现 能够勉强与之类比的 只有当年欧洲一些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但是和这次相比 那也是小屋见大屋 在国际政治博弈当中 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关联 但是其背后的深层次逻辑都是紧密相连的 就比方说最近这几天美国政府拿出来 大吹特吹的 这个以色列与阿联酋建交这件事情 看似与欧洲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这也危害到了欧洲的安全利益 首先呢 这两个国家的建交 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已有的平衡和默契 会造成中东右一轮的动荡 以及恐怖组织的抬头 而欧洲与中东的关系就是中东只要感冒 那么欧洲也会跟着打喷嚏 有恐怖主义最先遭殃的 那也会是欧洲而不是美国 其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8月15日表示 对以色列还有阿联酋建交这件事情 表示强烈的不满 还扬言要撤销土耳其驻阿联酋的使馆 与阿联酋断交 埃尔多安本身就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重的领导人 同时呢 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当中除美军以外 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某种程度上来说 土耳其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一道重要的屏障 因为叙利亚局势 土耳其与俄罗斯交互 现在双方正在积极的修复关系 美国在这个时候 仅仅因为国内选举的需要 就把土耳其推向了俄罗斯 这对欧洲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安全威胁 你说欧洲人面对这样的结果 他能高兴吗 您各位再看看美国最近做的这些事情 先是因为贸易问题制裁了加拿大 人家吃相也是非常的难看 川普同志呢 又闲着没事干 吐槽人家新西兰 结果人家新西兰也是毫不留面子的怼了回去 英国阳奉英伟表面上跟着美国 但其实啊 那心里的小算盘也是打得霹里啪啦的 就澳大利亚最耿直 跟着老大勇往直前 但结果中国一连串的经济制裁 也是打得澳大利亚交喘连连 以至于不得不公开打了小蓬佩奇的脸 但即便是这样 中国貌似觉得这个手下的还是不够黑 所以啊 在8月18日 中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展开反倾销调查 咱们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 如果单独去看某一条新闻 可能您的感觉不会那么的强烈 但是如果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您就会发现 现在美国不遗余力的打击中国的同时 其实正在不遗余力的孤立自己 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 疫情会发生如何的变化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世界范围之内的粮食危机 以及经济大倒退 都会让美国的位置变得越来越尴尬 那么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为什么美国会干这么愚蠢的事情 在我们的印象里 以前的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 还有国际的这种治理能力 不是这个段位啊 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您各位想想看 哪一届美国政府不针对中国 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届美国政府 明明这么认真的打压中国 为什么反而是越打压 自己显得越被动呢 首先就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综合国力 一直在增长 还有新冠肺炎这个黑天鹅事件 但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美国的最高决策层当中 至少存在两颗大脑 一颗想着我要连任 所以我要打中国 另一颗想的是我要打压中国 所以我要让川普连任 虽然只是思考顺序上的不同 但这就造就了你在行为上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 就比方说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难道真的要用这种上不了台面 非常下座非常难看的手段 把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彻底打趴在地 才能为美国争取最大化的利益吗 事实还真不是这样 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对美国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既打击了中国的企业 又不伤害到美国的企业 这才是上上之策 但因为这两颗大脑同时在撕扯美国的政策 所以今天的美国就显得尴尬无比 就像是玩股票 两个人哪怕买的是同一只股票 但是因为买入和卖出的时机不同 那么最后的收益也是天差地别 有人赚了大钱 有人赔得连内裤都没有保住 所以只要有建国在 只要这两颗大脑不能够达成一致 那么像今天这样的闹剧还是会继续下去 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虽然痛苦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对中国来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重大战略机遇 只要我们自己稳住 我们就不怕跟别人兑现 我们只需要等待着对手自己犯错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